大家好,我是铁头 今天准备了一块鸭肉 来做到我们的客家美食 先把鸭肉清洗干净 大腿下面好多毛毛 把它拔干净 洗净的鸭肉很小块 先把指甲切掉 准备点姜蒜末 放入碗中 再准备小碗豆豉把它剁碎 一起放到碗中 再来点胡椒粉 蚝油 少许的生抽 适量的盐 八升油 把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后 倒入瑶瑶上 再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腌制半个小时 准备一把薄荷 把它剁碎 把它搅到腌制好的鸭肉上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倒入碟中 把它铺平 锅中烧开水 把翻压放进去 盖上锅盖 大火蒸20分钟 搅拌均匀 时间到了 搅拌均匀 搅上点葱花 这道客家混成蒸鸭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 特别的好吃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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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